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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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你旁边的爸爸讲 超人爸爸晚上记得回家吃晚餐 跟另外一边讲 超人爸爸记得对孩子微微笑 非常开心 好 那今天复兴节福音主日 我们有邀请两位 我们当中的弟兄 要来分享他们爸爸 当爸爸的一个精彩生命故事 要来见证神 第一位是我们的詹方叔教授爸爸 好 我们来欢迎方叔爸爸 来 我们分享 李宗盛 姐妹平安 我这样应该看起来不太像教授 好 那个毅宁在下面 今天是8月5号 今天是我39岁生日 谢谢 今年要过第10个父亲节 因为我的大儿子已经9岁半了 所以第10个父亲节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 这个是犹太人的那个 一个好像说是礼语 还是一个就是 反正就是犹太人的一个 all saying 就是说有三件事情是别人抢不走的 一个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 另外是你心里的梦想 还有一个就是你读进大脑的书 或者是圣经 就是别人抢不走的 好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在那个东吴大学服务 我们那个系的名字很长 叫财务工程与精算数学系 那听起来就是那个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其实就是在玩数学这样 以前在可能有一些 比较资深的那个弟兄姐妹 在你们那个年代 我们这个系叫商用数学系 其实在艺人还挺有名的 那我担任系主任这样 那其实系主任也不是什么 好像说很厉害当系主任 不是 主要就是因为没人要做 行政工作很累 我都说我这个叫职日生 然后他们说你职日生 你把那个生下面那个拿掉 你是职日牛啊 不是职日生 所以我就是在这边服务这样 那我说我是一个好太太的先生 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好先生 我说我太太是好太太 那我太太坐在下面 然后我有两个儿子 这个照片是我学校官网 都要放一张系主任照片 这样看起来 这样看起来比较像系主任这样 那这个是我太太如狱 常常教会有师班的时候 就会请我太太来帮忙 服务大家这样 那我有两个儿子 我两个儿子名字很好记 一个叫祭司 一个叫仆人 倒过来就变人仆 就是你就记祭司跟仆人 那就是祭司仁仆这样 所以名字很好记 那我的原生家庭 在上一堂我爸爸妈妈有来 这是我爸爸妈妈 他们很年轻就结婚了 其实我爸爸 我应该是24岁就结婚了 那时候我妈妈才20岁还21岁 就他们很年轻就结婚 然后就生了我跟我哥哥 这是我爸爸 这是我小时候 其实我小儿子跟我 跟我那个时候长得蛮像的 这是我哥哥 我大儿子最近变胖得很厉害 所以跟我哥哥也蛮像的 他原本很瘦 但是最近发福了这样 OK 然后我爸爸老了 好 这个是我爸爸 那这是他两个小孙子 其实跟我们两兄弟 小时候也蛮像 再来 那这个我爸爸妈妈 这个大概是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回台南嘛 就是我家里在台南 那回去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会带小朋友出去玩 那我跟我太太就可以偷闲 你跑出去约会一下这样 这是我爸爸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OK 好 那我再介绍一下我属灵家人 这个是宋辉哥离开台湾的时候 四年前 他送给我们小组的一个那个 漫画 这个是我 我拿一个iPad 坐在这边分享题目这样 然后旁边这是宋辉哥 竹林姐 这个骂小孩的是谁 我自己对号入座 不方便讲 这是我太太 因为她很喜欢做那些糕点 做那些点心 这是我太太 那这个是原字淋浴 然后坐在这边 这个可能是遗想 那下面躲一个小孩 可能是正阳的小孩 那这边还有一个姐妹 在那时候她的小朋友刚出生 然后这一区就自成一区了 就在那边打闹这样 我们小组大概每个礼拜都是这个状况 就是吃吃喝喝 然后很欢乐爱很吵 这样 好 OK 我要分享一下我的 我自己 我小时候 因为爷爷奶奶住台东 所以我在台东出生 那我小学二年级就搬到台南去了 那我父母亲都是公务人员 所以那个年金改革对我家影响很大 因为他们都退休了 然后我18岁的时候我就来台北读书 所以我妈妈其实都说 你18岁离开家就嫁来台北了这样 因为我从18岁到现在39岁都在台北 那我就一路读书读书读书 读到31岁 我是毕业这样 然后到学校教书 我读了29年的书 因为我妈妈说从2岁开始帮我缴注册费 一直到我31岁我是毕业这样 那后来我就很顺利地到学校教书升等 做行政工作这样 那这边先分享一下就是说 我其实在学校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一个蛮老的学校 那我大概是全校最年轻的系主任这样 就低于40岁 那所以每次呢 那个校长都会开玩笑讲说 你大学毕业了吗这样 开玩笑 那很多的老师会说 青年才俊啊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很多行动词 很多恭维的话 但是其实我要分享一个就是说 其实 我其实不是很开心这样 因为我 我从小到大 我其实是背负着太多人的期待长大 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读大学 我刚刚说我妈妈20岁就结婚了 然后我爸爸24岁就结婚了 我爸爸是考上公务人员以后 他就结婚了 那他们没有读大学 所以他们很希望他的孩子读大学 那因为我哥哥 我哥哥不喜欢读书 所以我爸妈其实他 他好像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 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 我爸爸就说 我们家没有人读大学 那你唯一有姑姑读大学的 还读夜间部 那你要那个 你要读大学这样 而且要国立的 那所以从小我爸爸妈妈 就把他们所有的期待 都要放在我身上 所以一直到我现在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像我现在在教会分享 其实我也是挺紧张的 我虽然在外面 我常常上课 在外面常常演讲 但是只要遇到 比较紧张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拉肚子 一直到现在都改不过 就没有办法 所以像我去演讲 有一次我去一个场合演讲 下面全部都是保衍公司的 副总经理以上 听我演讲 然后演讲前 那个主持人就说 詹老师不见了 其实我在厕所里面 而且要很小声 怕人家跑来厕所找说 詹老师在哪里 就是太多人的期待都放在你身上 所以你会觉得不开心 可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怪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 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也许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就希望你来完成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我是人生胜利主 其实我一点都不开心 诶 这个不能用 这要按 OK 好 但是这个人生胜利主这件事情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你就觉得好像这也不错 就是反正我成绩很好 然后也都符合大家期待这样 但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们住在安平那个乡下 这一家诊所 那个医生不管你什么病都给你打针 所以我高中就得到西型肝炎 那你知道高三常熬夜在读书 因为有西型肝炎 所以身体就出状况这样 那这个状况一直带到我 一直到我博士班的时候 都一样就是我肝有问题 因为那时候没有很好的药可以治疗我的肝 所以我的肝不好 不好我就常常有很多活动 很累我就没办法参加这样 所以我就常朋友找我 或者学校找我什么 那我都必须要拒绝 因为我体力负荷不来 所以我就很自卑 可是自卑呢 你又要在别的地方表现出 我没有输你们这样 所以又在别的地方 又会有骄傲的一面跑出来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看一个人表面好像很OK 但实际上他里面有很多的难处跟挣扎 那在我要读博士班的那个暑假 就考回博士班要来读书的那个暑假 我因为鼻子去开刀 那个鼻中隔湾区去开刀 那开完刀以后呢 回家威血管什么都爆开了 然后送去奇美医院急诊 那我就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因为大出血 就鼻子流血大出血这样 不过在那个时候呢 我在急诊室听到上帝的声音 那所以生命就有了改变这样 这个我以前在教会分享过 这张照片是我在急诊室 在那个奇美院躺了一个月 那时候头发就变得比较乱 比较长 然后鼻子always都要冰服这样 然后医生也不敢让我出院 然后后来我出院了以后呢 对不起 我就受洗了 我就在台南领娘堂受洗 那时候其实我爸爸蛮反对的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信仰 但是因为我就坚持要到教会受洗 所以我爸爸后来还是陪我到教会来 就是帮我造了这张像这样 你有没有发现这不太一样就是 受洗的时候我头没有进到水里面 因为伤口在这里 牧师说不敢把你泡下去这样 所以我太太常常都骂我说 她说你都很爱乱讲话 因为刚好嘴巴没有洗到这样 她就说你很喜欢开玩笑都不震惊这样 可能找机会再重洗一次 这个是我的老师就是郑献哥 其实我信主十多年来 我真的很感谢就是我有一个属灵前辈 属灵导师 一个牧羊人带着我 一直到现在从我以前 我读书的时候他是老师 然后到我念完博士班 然后去当教授的时候 跟我老师变成类似像同事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变成是很像家人的关系 这是我老师他在美国 然后我就趁着到美国出差的时候 再去老师在美国的家 拜访他 所以我跟老师的感情非常好 这个就是在教会生活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OK 好 时间有限 我过去有一些见证 也许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从我的老师把小组长的位置交给我以后 我就牧羊一个小组 然后我自己建立一个家庭 但实际上 其实在教会里面 牧师常常提出有没有新的见证 那我就回想说 要怎样有新的见证 我每次发现要讲新的见证都是因为 遇到新的困难 信主以后真的都没有 没有我想象中就是这样一帆风顺 还是有很多新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 我的岳父在我跟我太太结婚半年左右 岳父就检查得到大肠癌 那得到大肠癌以后呢 我们当然就照顾他 那期间因为我太太是独生女 他没有任何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赶快有孩子 所以我岳父生病的时候 我太太也怀孕了 所以那段时间非常辛苦 那再加上因为我太太是独生女 所以所有的担子都在他的身上 那我岳父抗癌七年呢 这个是在他过世前一年 我邀我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岳母 然后在我们结婚 应该是五周年的时候 我们到日本去玩 去迪士尼乐园 小孩子也稍微大一点就带去玩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去玩 后来我岳父在2014年的 12月的圣诞节的主日那一天就被主接走 那这段过程其实为什么 我说新的困难嘛 因为我太太要 她是独生女 她要照顾她的爸爸妈妈 那我啊 我是女婿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在座很多爸爸 你都是女婿嘛 对吧 女婿跟岳父的关系很奇怪 像我跟我岳父一起下棋 我都不让她的你知道吗 因为她也不让我啊 因为你知道吗 我把她女儿抢走了 然后还常常跑去她家吃饭 她也不会让我 我也不会让她 但是后来有一个长辈就讲说 你不要这样 你下棋以后要刚好下三盘 要故意输一盘 但是我岳父后来 他起义也是很厉害 我后来不是这么容易可以赢他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 其实毕竟他是岳父 我其实很难把他当成 真的是我自己的爸爸 那一直到我岳父 后来就是癌症转移到骨头 他走路开始不方便 那去哪里都要开车载他 然后我常常在学校一下课 我就要冲回家 就是岳父在医院嘛 那我可能要 我太太带着小孩 那我就要到医院去这样 那有一阵子我岳父手术 我也去医院照顾他 那最后我把岳父接来我家里住 我突然发现我比较像儿子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 有时候即便你有 就是我娶了他的女儿 但是我其实不是真的是他的儿子 但是我在服侍他的这段时间 那我发现他对我 对我的那种信任 那还要我服侍他 那就变成我真的像他的儿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神的爱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真的让我们知道那是真正的爱 那我岳父过世了以后麻烦事来了 我岳父留了一栋房子 这房子比我还大一岁 她今年刚好四十岁 这房子会漏电 会漏水 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就跟我岳母商量 就是说我岳母她一个人住 住这个旧房子 不行 我就跟我太太要整修这个房子 要跟她一起住 但是我们整修房子整修好了以后 有那个土地蟑螂来了 她发现你有钱可以整修房子 我要来敲诈你一顿 她就找了一个资料证明说了 我们家的这个围墙压在它的土地上面 那她说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个是把围墙拆了 另外就是你就交两百万出来 那我也找了律师 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些 法律的一些处理 但是我律师就告诉我讲说 这个你弄下去就是干扰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诉讼一段时间以后 就选择和解把这个墙拆掉 那把这个墙拆掉 这个我们家刚整修好了 把墙拆掉 你可以看这个新的地方 就墙整个切掉 切掉以后 你就室内的部分就往外打开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个多礼拜 我就说我们都在家露营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家没有墙 人家家图四壁 我家图三壁 因为壁已经拆掉了 然后人家从我们家经过 都可以看到我们在里面吃饭干嘛 可是其实没有关系 其实我那段时间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人生不同的体验 就是家真的是 怎样才叫做家 就在那段时间里面 大概是我们家灵命最好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晚上 在小孩子睡觉之前 我们都一起读经祷告 然后用电视放那个YouTube 一起唱诗歌 所以那个才是家 没有墙也不是 就家里少掉一道墙 也没有关系 后来我们整理好以后 这个地主气死了 因为他一毛钱都拿不到 那他也没办法再来干扰我 这样 OK 好 那岳父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就专心工作 我也顺利的升等 也在学校当系主任 但是忙过头的就变这样 我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做一个全身健康检查 那个胃镜一穿进去一看到 就说你十道圣这么窄 这里都是肿瘤 那都是肿瘤 其实主就提醒我要休息 因为 我就说太多人对我有太多期待 所以我很多事情我都想要做好 我想要把我的戏 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气象 我想要做很多事情 做过头了就变这样 那后来跟医生商量完以后 我们就决定 要把这个肿瘤把它切掉 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医生说最坏的状况就是 切完以后你还得做一些治疗 什么化疗什么之类的 那我当时候的确是有害怕 但是我就觉得说 其实神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该做什么 你该在什么阶段 调整自己的生活 那我就 现在的医疗技术太厉害了 我就透过那个达文西手术 把这个整个就挖掉 那感谢主他是良性的 所以我也不用再做什么其他的治疗 那还有新的困难 你说你怎么这么多困难 其实我觉得在教会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有困难你要讲 如果你连在教会你都不能讲 谁能帮助你 谁能帮助你 我有一个困难 就是我的爸爸变成了小朋友 我爸爸刚刚他坐在那个位置这样 我爸爸有阿滋汗末症 那现在大概是走到中度的这个位置 那比较麻烦的是我爸爸 没办法自己写自己的名字 那他跟人的对话也出了问题 那他去哪里都必须黏着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照顾他这样 所以我爸爸变成了小朋友 可是变成小朋友也没有关系啦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跟我哥哥跟我妈妈 也比较多的互动 就是去了解说我们能够帮什么 我们可以帮爸爸什么 那这段时间我也去 开始去省思说 到底我爸爸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刚刚第一堂我爸爸在 我就讲比较多我爸爸 其实我爸爸 我爸爸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就是他就是 以前在小时候 我姑姑阿阿姨都跟我说 你爸爸就是一个败家子 就是因为我的爷爷很有钱 所以我爸爸小时候就不读书啊 我玩乐啊这样 那一直到我的爷爷破产了以后呢 我爸爸才发现说 他不能这样做 所以他才去考一个公务员 就乖乖去当公务员了 因为如果不去当公务员 在乡下就只得去种田了这样 那我爸爸在我小学以前 我的印象就是我妈妈抱着我 坐在牌桌后面 看着我爸爸一手抽烟一手抹牌这样 就是小时候是这样 但是一直到了我国小 可能五六年级比较大了以后呢 我爸爸 我爸爸好像他想做个好爸爸 他就开始带着我 就是说他看我小时候体弱多病 他就找了一个羽球教练 说爸爸陪你一起去打羽毛球 那打了打了打了 我发现欺负爸爸蛮有趣的 因为我爸爸跑不动 所以我就常常 你知道打羽毛球可以掉来掉去 球掉到哪里 然后他就追不到这样 那开始跟我爸爸有比较多的互动 我爸爸在我国中的时候呢 他 因为国中生比较叛逆嘛 那我爸爸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他每个礼拜都带我去看电影 那什么片随便你挑 那以前我们挑那个片 只要看到什么 终极 魔鬼 有没有 就感觉是动作片 结果去发现是剧情片 也看不懂这样 因为以前的电影都乱取名字这样 那我爸爸就陪着我这样 国中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他就带着我常常去看电影 他只是想要跟我相处 一直到我爸爸 我爸爸变成爷爷以后 换我当爸爸以后 因为那时候我读博士班 我就已经结婚生小孩 我就跟我爸爸说 你以前怎么当爸爸 我爸爸说看书啊 我说那你书在哪里 他说在书架上啊 我说那你有看吗 他说我在书店买的时候有看 买回来就没看了 那我爸爸就跟我讲说 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当爸爸 他也是就一天一天跟你互动相处 就学习怎么当爸爸 但我爸爸有告诉我说 当爸爸很辛苦的 所以那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 经济能力比较不好 我爸爸常常偷塞钱给我 他说我帮不了你什么 他就拿钱给我这样 所以其实我有一段很美好的时间 是跟我爸爸互动很好 但是我爸爸也给我很大的影响 曾经我有想过 我爸爸对我的价值观影响 错误的价值观影响很大 我在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是Michael Jordan 有没有 三连霸的时候 每个高中生都想一双Michael Jordan的篮球鞋 我也想要一双四千块 我爸爸就告诉我说 你只要考全校多少名以前 你就会有那个篮球鞋 所以我总共有七双篮球鞋 就是都是这么贵的篮球鞋 但是我也舍不得穿 但是我知道我可以用我的表现 去换到我爸爸对我的肯定 所以我的价值观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 只要我表现好你们大家都要让我 大家都要听我 那我爸爸他做不到的事情 他期望我去帮他完成 有一次我爸爸 因为我在私立学校读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 虽然别人没有霸凌我 但是我会受到同学的非常优渥的家境 影响我造成为一个自卑 就觉得同学家里家境非常好 我们只是公务人员家庭很勉强地读一个私立学校 别人有的我都没有 所以我就会有一个 我就会觉得对我爸爸有一个恨 我就觉得 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去私立学校 为什么你不让我在公立学校读书就好 一直到我博士班读完的时候 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爸爸在过年的时候跟我道歉 他跟我说 你读这么多年的书辛苦你了这样 他说爸爸以前也不知道 他说他的同事推荐他把我送去私立学校 他就把我送去私立学校 他也不知道说好像去以后 我变得不是这么开心 对 所以我觉得当爸爸真的很辛苦 就是他也在学习 在他的那个阶段 他还有我奶奶生病的问题 如同我现在我这个阶段 我有我爸爸生病的问题 我有我的孩子成长的问题 然后我也有自己工作上的问题 所以我就常常在想 以前大家都讲三明治家庭 三明治家庭 我没有什么态度的感觉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蛮年轻的 我爸爸前两年才退休 他也不是借零退休 他也提早退休 因为生病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爸妈妈没什么病痛 他们也都很健康 那直到我爸爸生病了以后 我才发现其实我是三明治家庭 就是我要跟我太太一起 因为她是独生女 我们在台北也是都要靠着自己 然后孩子长大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 把读书当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的小孩 他拿成绩回来 现在学校不排名 但是有做那个集聚表 你知道吗 这个没有意义 他不排名但是做集聚表 那我看我儿子都在最后一个集聚 然后最后那个集聚只有三个人 然后他考68分 那我想他不是倒数第二 就是倒数第三这样 那我儿子就跟我说爸爸签名 他说没关系要签哪里 我也不会去骂他 因为我不想要他跟我一样 把读书那个一两分 两三分当作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只希望他快乐 所以我的儿子去踢跆拳道 踢到快要生黑带 我觉得很骄傲 因为他很有兴趣 他很有兴趣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那我原本也有一阵子我也觉得说 对啊 我为什么这样 三明治 就是我就夹在中间 但是我觉得三明治也可以变成好吃的三明治 你可以自己加一杯咖啡 咖啡苦苦涩涩的 但是又可以回甘 就观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你要过怎样的日子 那不过这个要对神有信心 那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其实我在青虫也分享过这段经文 那我去外面别的教会也分享过 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段经文 其实我觉得当基督徒一点都不好 只会更累而已 这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 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七节 他说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夫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世 其实我以前就是奴仆啊 我就是我爸爸妈妈 甚至莫名其妙还有姑姑阿姨 莫名其妙 邻居 我是变成别人期待下的奴仆 好像我表现好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你儿子多好多多好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优秀 其实我很讨厌人家跟我讲优秀 因为像我做的工作 我看过比我优秀太多的人 根本没有什么优秀 都没有人问我说 你开心吗 你好吗 他就问我说你优秀 所以其实我对优秀非常反感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你不用再做奴仆 你是我的儿子 所以其实我后来真的调整蛮多 就别人嫌弃我 别人批评我 无所谓啊 我总不能跟你讲说 我名片上面没有写的就是 我是神的儿子 我名片上面写很多抬头 但是我总不能拿一个名片跟你说 我就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闭嘴了 看到神的儿子 你还要继续讲吗 开玩笑 但是我在我的心里面 有一个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尊荣的身份 跟一个平安在我的里面 所以就鼓励大家就是 其实你不要靠自己 靠自己太累了 真的 你如果像我一样 或者我觉得我知道 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就是三明治 不要靠自己 靠自己靠不住 不如天天操练信心 把眼目定进在神的身上 刚刚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有讲到这里 我看一下最后这张团片 这个是我小组 从黑白的变彩色 对不对 这是我小组 我小组有大概七个家庭 有十几个小孩 十几个大人 我在慕藏灵良堂十几年 我觉得牧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导 我也从来没有忘记 我也常常在很多地方分享 牧师常常分享说 基督徒有四件事情不要漏掉 第一个读经 第二个祷告 第三个参加小组 因为小组才是你的真正的树林的家人 第四个要有服侍 所以我的小组的弟兄姐妹 他们读经祷告 当然这是他的内在生活 我看不见 但是小组没来 我会打电话 我会在LINE那边问说 为什么没来 那服侍的话 我们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服侍 我们有敬拜的服侍 有阴控的服侍 有儿童主治学的服侍 我觉得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完整 父亲姐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 跟你旁边讲 记得你是神的儿女 跟你旁边讲 靠着耶稣你可以勇敢 靠着耶稣你可以勇敢 好 所以呢 面对新的困难 会有新的见证 好 感谢主 好 那第二位要我们分享见证的爸爸 是宋耀明律师爸爸 好 我们拍手欢迎 耀明律师爸爸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是我上台讲话最紧张的一次 虽然我是靠这个吃饭的 平常演讲或者是去法庭辩论 我可以随便一次就是讲一个小时 但是准备这一次的见证稿 我差不多先先后后已经写了两个月了 而且到今天早上吃早餐 梅君还在问我说 你怎么今天还在改啊 我只希望我讲的每一句话 其实不但是对我自己有帮助 也希望今天来的爸爸都有帮助 因为有很多事情都是在生活中的 慢慢的体验经过神的教导 先谈一下我的信主的经历 我是在高中16岁的时候就信主 所以到现在算起来已经40年了 所以40年我想任何人都可以想象说 应该已经可以造就一个很属灵很成熟的基督徒 但是我的40年应该像无头苍蝇一样 或者是就是旷野迷航 不知道在干嘛 那两个礼拜前跟教会的三十几位弟兄姐妹去高雄 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国际演习会 那刚好中场休息的时候 立方姐坐在我的前面 她回头她又满惊讶 她说 我觉得你最近好不一样啊 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猜想她问题的背后是说 她平常看我 就不是一个那么专心的基督徒 怎么会愿意请假三天 跑到高雄来参加这个演习 那我当时没有回答她 我就笑一笑 答案因为太复杂了 因为这个故事太多 那可是回家我想一想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我发现我信主40年 我应该是在这一年或一年多当中 我才发现说天父对我没有条件的爱 那这个体认来自于说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设计 可以让我恢复跟天父的关系 也因为是这样 了解到上帝无条件的爱 可以让我建立恢复我跟妻子 还有跟我的子女 甚至是跟我自己父母的关系 今天父亲姐 我就先来谈谈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 那他从小成长的过程 跟大家看这种 像什么大江大海 这种大著作里面的 可能十一二岁就离开家 可能十一二岁就离开家 那为什么 似乎因为要在外面赚钱 要寄钱回去给家里面的寡母 因为我的爷爷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我听过他在上海 被年长的几个年轻人围住 抢他的钱把他踢到水里的故事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他 我爸爸是一个很孝顺很勇敢的人 然后他跟着国民党军队到台湾的时候才17岁 那他小时候因为在战乱当中 其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他大概勉强就是完成小学学历 那很辛苦的自己靠自己自学 我听他讲每天就是靠着公厕的灯光 为了要考陆军官校 后来他顺利考上官校 他这一生我观察他 都觉得他自律甚严 他到今天已经87岁 我想他有时候会来主日 看过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他身体非常的好 他87岁的身体非常好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跟孙子 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大家最喜欢做一件事就是到一个景点 跳起来拍一张照 他是可以到各处去 跟孙子拍这种照片的人 你就知道他身体多好 他的身体的好是因为他非常非常自律 他完全没有不良的嗜好 然后每天早上固定就是 四五点起床开始运动 然后晚上早早上床睡觉 很自律的一个人 那他从小就教导我们就是说 要刻苦 要努力 他常常讲的是说 我们是外省人 没田没地 要靠自己努力 我们才不会穷 那因为他自己很穷 所以他生活非常非常节俭 小时候我们住在内力 内力在桃园跟中立的中间 那他在桃园团馆区上班 他每天是骑一辆很破烂甲的车 从内力骑到桃园 然后再从桃园骑回内力 大概那个车程可能大概就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后来搬到台北 他是从无心街走到仁爱路圆环 大概有概念大概知道多远 那后来我们家搬到南港 大概在城福路 他也是从南港走到仁爱路圆环 他的上班点 他为了他就省 他就为了省一点点那个公车费 就觉得他就可以给小孩多用一点 你看这 那个时候的父母是这样的 我还想起我小时候住内力的时候 我大概一两三岁吧 那时候我的大弟还没出生 然后我爸妈就带我到内力的夜市去逛 然后每次去他就要买一片西瓜给我吃 然后他就是买一片 然后是我自己坐在那边吃 然后我爸妈是在对面看 我后来稍微长大 我想他们两个也应该很想吃 可是就是买一片就是给小孩吃 那他们结婚的时候很 我爸爸我妈妈都很年轻 尤其我妈妈非常年轻 那个年轻当然也是有时代背景 我妈妈结婚的时候 嫁给我爸爸他才17岁 因为很穷 也是因为很穷 那为什么那么早结婚 因为住的家里太穷了 但我爸爸是军人嘛 他至少是少尉有这个军粮可以吃 就是领那个军粮 养一个太太一定没问题 就是早点结婚 所以他们俩因为都很穷 所以爸爸要到军队上班 然后妈妈要去纺织厂做女工 所以把我两岁就丢到幼稚园 去开始读那种幼幼班 所以我从小就是幼稚园最小的 然后到了念小学 念国中念高中念大学 我都是全班最小的 可是小学 小时候两岁的时候就读幼稚园 你就知道就是经常觉得被年长的欺负 就是霸凌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我其实现在虽然当律师 但我一直觉得我个性是非常内向胆怯的 因为从小被霸凌的经验 所以我小时候也很爱哭 然后在学校也哭 然后住在村子里的附近邻居都知道我爱哭 就说那个爱哭的小明 就说我小明最爱哭了 可是我从小读小学 虽然是早读 但是我就功课很好 就是从小学一年级 我就开始就是第一名 所以这给我爸爸对我充满了无比的期待 就觉得说就是第一名 那他用那种军人的威严 所以那个时候只要不得第一名 就是那次月考不得第一名 回家是要先跪在祖宗排位面前 等到我爸爸回来 可能是骂或是家法之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上上礼拜 我们参加大丈夫小组的Peter 他听我讲这件事 他说这怎么可能 他说要是我早就跑掉了 我怎么可能跑 爸爸讲的事情不可能跑 他叫我说没得第一名就是要跪着等他 就是跪着等他 更不要谈说现在小孩子怎么回嘴啊 或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那小时候第一名的压力是 学校发奖状 每次都是给你一张叫品学兼优的奖状 你重视不管第几名就是要品学兼优 我爸爸拿回家 我只要是第一名 他一定要在奖状上写第一名 然后他要把那个奖状 贴在我们家客厅 贴得满满的 然后就是让他的朋友来 看着觉得他儿子很好 然后每天叫我写书法 我小时候被逼着写书法 后来我完全不写书法 因为就是很痛恨 写书法 只要回来写书法写不好 功课只要是写不好 没有得第一名 或是功课写得他不满意 字写得很歪 我爸爸就是把布子撕掉 那时候就一直哭 你就觉得说 在学校怎么跟老师交代 我的布子是被撕坏的 就压力很大 然后写书法也是每次就是 只要有他的朋友来 就是要叫我把书法拿出来 给他朋友看 我觉得很丢脸 就觉得说 这在干嘛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可是等到 等我渐渐长大以后 我发现说还是有用 为什么 只要考试 从小到大考试 不管是什么考试 包括国家考试 只要有笔试的 要写字的 我一定得高分 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李源处前总统 当我的教授 上课的时候 因为前一堂交完作业 他上课八点 他这八点上课 上课第一天就说 你们上礼拜就要作业 我告诉你 统统拿回去 他说只有一个人的 可以留下来 就是他愿意看的 就是我的 他说你其他人 他说字实在太烂了 所以我觉得说 我爸爸对我这样子的要求 在某些时候 还是会有帮助 可是他对我要求很高 可是一方面 他从来不赞美我 他从来不赞美我 他很喜欢赞美别的小孩 就是父母的比较心理 这个我们住眷村 什么对面的熊某某 比我大一届的一个女生 他每次都跟我说 你怎么不跟他学学 他大我一届 然后永远都是全校第一名 书法比赛是全台北线冠军 他就一天到晚跟我说 你怎么不学学那个熊某某 然后巷子口第一家 廖某某跟我同班 那压力更大 因为我妈妈常常跟他妈妈 这个眷村的妈妈无聊 就聚在一起打扑克牌剪红点 然后剪完红点 那次如果刚好月考结束了 妈妈如果回来 脸色不好 我就知道那个廖妈妈 一定告诉他 那次是他女儿第一名 不是我 所以我就会压力很大 然后我从这个 台北县的泰山国小 小学六年级 转来念台北市的人爱国小 人爱国小是 大概是学区里面最好的国小 为什么那边的大概 家庭的环境都比较好 所以 不管是学校学生的水准 或老师的水准都要求比较高 我自认为说 我从一个乡下学校 来了人爱国小 我还可以拿前几名还不错 我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还得了教育局长奖 所谓的教育局长奖 应该就是意思是说第二的意思 第一名是市长奖 然后再来就是教育局长奖 那我爸爸就会说 为什么不是市长奖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自认为说我考大学 大概没希望了 可能需要重考 结果我还蛮拼的 拼拼拼拼念了 考上这个政大 我很高兴地打电话给我爸 说爸 很好 我考上政大 我爸第一个反应是 怎么不是台大 所以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想要得到父母的肯定 就是要表现得好 让我就误以为说 这个父母的爱 或是父亲的爱 其实是有条件的 我后来在念书的过程中 我一直就感觉就是如此 我在国中的时候 因为开始念好班 念最好班 所以我很痛恨这个分班制度 为什么以前 我小学的时候 我就得局长奖 念了初中的时候 因为念得好 就被分到好班 分到好班之后 我永远就在后面 然后念到后面以后 一直念到初三 那个导师 完全以升学取向 每一次 在班上寻一周 看看说这一周 大家周考成绩如何 走到我们几个 老鼠屎身边的时候 是从来就 叹一声气就走 跳过的 然后我们几个 成绩在后面的呢 每次打就是打小腿 因为仁爱国中 是穿短裤 冬天也是穿短裤 只是冬天会穿夹克 永远打小腿 为什么 他说就是要让你们 让全校人都看见说 你们是成绩不好 被打 所以后面会有鞭痕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怎么长辈都是这样 父母也是这样 老师都是这样 就是要你表现好 他才会爱你 我就一直 一直觉得就是这样 那我一直念到高中 也是就是浑浑噩噩的 在姻缘际会之下 这个之前可能也有听我 讲过这个见证 说我怎么去信主的 是因为同学有一个 一听他的名字都知道 他是基督徒 他叫肖约瑟 他说 他说我告诉你 有一个林森南路礼拜堂 有一个高中团契 那个团契的女生呢 又乖又漂亮 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 坐在我旁边的 他的成绩比我还差 大概他可能就是全班 倒数第二第三之类 叫曾丽行 我们俩就说 我们去看看教会的漂亮女生 我们就去 结果 教会或者团契 实在是一个太奇妙的地方了 我们去我们没有 真的注意到漂亮女生 但是每个礼拜六 这个结束完团契的 那个礼拜当中 就有辅导 就有团契的弟兄姐妹 不断地写信给你 跟你说你要好好读经 跟你说你要依赖神 奇怪我们两个就开始 实在那段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稳定 我们不但是花时间读经 然后经常无聊就拿出 那时候是最 大家都唱的就是校园诗歌 动不动就拿出来唱 然后有的还不会唱 特别去找音乐老师 他也不信主 然后叫他帮我们弹 然后教我们唱 唱了以后还叫那个音乐老师说 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教会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很享受很享受 我就觉得 这次参加高雄的幸福小组 我就觉得 什么是传福音的策略 传福音策略就是这个啊 就是感动到你叫你非信不可 这不但有人就是关心你 跟你说上帝很爱你 你就是很稳定 然后我们两个在非常稳定的情形之下 然后我们的导师是教三民主义的 他自称是兄弟 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三民主义就是讲国父 国父就自称兄弟 他就说 他就跟我们两个讲 他说你们两个 信基督教迷得这么深 还跟同学传教 要是你们两个考上这个大学的话 我的信倒过来写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太晓得 什么叫倒过来写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们两个后来都考上大学 后来想想说 那时候不应该叫他信倒过来写 应该说我们考上大学 你信基督教 这个信主当然可能就是一时的觉得感动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去继续做属灵的追求 其实真的要非常非常有心 我进到大学以后 我又开始回到原来的景况 为什么那时候觉得老师教的课很无聊 天天翘课跟着一些同学 每天就在宿舍里面读金庸 然后读到天花乱坠都不去上课 那就是认为自己不好 政大团契的一个 比我们高一届新闻系的姐姐 她也是很有爱心 她每个礼拜会寄一张卡片给我 因为每一个比我们高一届的 要在团契里面照顾三个行程 所以她就每次都写卡片给我 什么贴一个红豆 然后画一只老鼠什么的 然后上面写一些金句 可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不好 又回到原景景况 都觉得我不好 所以上帝可能不会爱我 所以也是又开始躲着 神也不去教会 就这样一直这样子过日子 那这件事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因为 我娶了梅君 她不是一个信主的姐妹 但是在她嫁给我之后 你知道跟先生的生活上有非常多需要调整 跟这个适应的地方 跟我的原生家庭 跟我的爸爸 跟我的妈妈 也需要有非常多的调整 她因为在这些压力之下 她也很奇妙 神就把她带到木扎林阳堂 完全跟我没有关系 她就有一天说我想要去教会 她就走到最早的木扎林阳堂 都是在木扎路那个二楼的地方 然后我开始的时候为了疼老婆吧 就偶尔陪她去 然后如果没有想要打瞌睡 或者没有想要没有别的事 我就会陪她去 但去去去 她也不断告诉我说 其实你做这么久的基督徒 你应该要做一些追求 不能老是这样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或影响 应该是刚才牧师讲说 这个生命更新营 梅君跟我讲生命更新营的时候 我觉得 参加什么生命更新 那个是木道友 那个是木道友 或是刚信主的人 才去参加生命更新 我受洗四十年了 怎么参加生命更新营 但那次因为她一再的邀请 再加上说 还有其他比较熟的弟兄要一起去 就说好吧那就去 也是就是没有抱着特别的想法 但是在生命更新营 我觉得 给我最大最大的体会 或者是感动 是呼应了 在这个在之前一点点 我有一次在某次主日 听到牧师在正道的时候 刚好讲到创世纪 它不是特别要讲这个主题 那创世纪的内容 也不是我不了解的内容 你可以想见 当你信主四十年 每次都要发誓说 我要读一遍圣经的时候 都从创世纪开始读 然后读到后面 其实都没有读 可是至少前面都有读 前面都有读 这小时候的生活经验 你以前做了一件错事 你爸爸在园中找你 你是不是开始躲起来不想见 因为你觉得你错了 那这个是什么 你根本不了解说 神对我们的爱 其实是没有条件的 那时候就是会躲着神 所以我那时候 牧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 怎么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啊 好像那个 人家写老残游记啊 讲那个什么 吃了人参果 全身三万五千个细胞 都开始开了 然后我就参加 这个生命更新营的时候 这个 那边又有一个 刚好有一个段落是 有先知服侍者 会跟你 有预言服侍者 会跟你讲预言 就是说会告诉你 这个他们看到 谁要对你讲什么事 那我的预言服侍者 都是我熟悉的姐妹 文姐还有那个 那个可文 他们都跟我讲 一个同样的讯息 他们两个讲的事情 就是要告诉我说 你不要觉得那么辛苦了 你以前背了好多包袱 你老觉得说要爬这个山 太困难了 背的好重喔 然后神要告诉你说 要放下包袱 他就是爱你没有条件的 竟然这样子的讯息 到我自己在生命更新做见证的时候 我自己讲的 哭的不能自己 就是 哭的稀里哗啦 我都不晓得说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 当我有这个感受以后 我就感受到说 上帝无条件的爱 我就会开始 去检视 我跟我自己的父母 跟我子女的关系 我的大儿子 是第一个 如果就是照书带 还算好的 刚才方叔说 会去看书 什么照书带 我觉得第一个 当我还不会当父亲的时候 不是照书带 是爸爸怎么带我 我就怎么带他 我觉得好像这是对的 结果也是给他无比无比的压力 这时候我都不自知 他一直 在别人眼中 他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 他念完清大研究所 进了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当工程师 他每个礼拜回来 他就是不开心 然后动不动 有时候就是跟我 跟妈妈 就是没事 就是起口角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口角 只知道他 非常不开心 然后有一次 他就 也许是不开心到一个极点吧 他就会告诉我说 都是你害我的 他说 我说我害你什么了 他说都是因为你小时候 一直逼我读书 一直逼我读书 害我现在当了这个工程师 就是当了这个无聊工程师 他意思是他可以 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才知道说 我们做父母自认为说 对子女最好的 也许 对他来说不是最好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 让他误以为 就如同 我父亲当初对我一样 让他都误以为说 我们父母对子女的爱 是有条件的 就是你要怎么样 我才会爱你 其实你是不是这个心理 你完全不是这个心理 但是我们为什么 表现成这样 上帝当爱我们的时候 在圣经中就是 第一分钟告诉你说 我给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我们为什么要给子女 这样的印象说 我们对子女的爱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个因果或原由之后 我就是跟她道歉 我就说 我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 那个时候是这样对你 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也还不会做爸爸 我也还不会做爸爸 那后来我也因为这样 我也回头再去检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梅君常常提醒我说 因为我爸爸妈妈住在桃园 有时候一两个礼拜 我们会去看他一次 每次要去看之前 梅君就觉得说 我就是非常的紧张 就是紧张 就是有点焦虑 然后等到我真的去看他们的时候 他又觉得 我跟我爸爸的互动 就经常多讲几句 我就开始不耐烦 就开始对我爸爸不耐烦 然后他就回头会问我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不得不承认说 其实也许我对他是有情绪的 因为我老是觉得说 他以前当他这样对我的时候 就是觉得他是有条件的爱 可是当我体会到说 其实他对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时候 我就会回头去想要改变我们的关系 当梅君是我的太太 他不是我父母的真正的子女的时候 他都愿意去跟我爸爸去拥抱 或者经常牵他 我觉得拥抱这件事实在是太奇妙了 为什么 我也开始学习跟我爸拥抱 以前我觉得像我这样严肃的父亲 你不太会跟他拥抱 但梅君他经常会提醒我说 比如说今天看完我爸爸要回台北要走了 他就会推我说叫我去抱抱他 然后开始坦白说 第一两次真的是蛮尴尬 也有点不知道怎么做 到后来我们真的就很自然 甚至到现在我觉得我爸爸一天到晚 就会想要我们抱他 那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会回到我们真的做父子 最单纯最起初的关系 为什么他以前我 譬如说想要去看他 他还跟我说 你很忙不用来了 那我觉得说这是父亲的什么体贴嘛 觉得说他大概觉得我平常工作很辛苦 其实也许他讲完这个事的时候 他不但是一方面懊恼他讲了这个话 一方面可能觉得说 这个儿子怎么这样子 叫他不来他就真的不来了 但他现在会告诉我们说 我好想你们 然后我好想跟你们见面 或者我好想我们一起吃饭 就他开始会直接地表达跟我们的爱 然后一直到现在 就觉得人家常说父亲像小孩子 或者老人到年纪大像小孩子 他像小孩子是因为他就是回到这么单纯 跟你的关系 他前两个礼拜 他现在跟着我妈妈在纽西兰 住在我弟弟家 他去上厕所摔了一跤 把这个嘴巴给摔破了 结果我们跟他试讯 结果梅君跟我就问他说 你嘴怎么了 怎么摔倒了 会不会痛 然后下次走路要小心一点 然后他就开始哭起来 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哭 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可爱 然后觉得说你就想要就疼疼他 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恢复了跟 跟父亲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你们是亲密的 你们这个爱是直接的 那这样子的爱其实都是因为 从天父先开始给我们没有条件的爱 我们才知道怎么回头去 爱我们的父母 爱我们的子女 所以也希望今天趁着父亲姐 大家都能够在今天看到你父亲的时候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谢谢 谢谢 谢谢方叔爸爸 还佑云爸爸 我是凯元爸爸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要来做一些我个人的见证以及回应 其实刚刚我上一堂分享的时候 感觉上我像在骑摩托车 因为后面有时间压力 就一直超车 可能还要闯几个红灯 但是这一堂的分享 我想我可以骑脚踏车 我可以骑慢一点 对 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父亲节的时候 其实我在想说 那我好像不太知道父亲节的由来 那世界上第一个父亲节是在哪里呢 后来我查一下 之后才发现说 第一个父亲节其实在一百多年前 在美国 然后是谁呢 其实是这位叫做多德 Smart Doren 这位多德夫人 她其实就在1909年的一个 母亲节的一个感恩聚会 她就觉得说 蛤 为什么有母亲节可以纪念母亲 却没有父亲节呢 所以她那时候就有这样想法 然后就提出来 是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她的爸爸 真的是不输任何一个妈妈 那她的爸爸是谁呢 当然是这位叫做威廉Smart先生 我看她是有点像国父啦 我希望我不像国父 对 长得有点像国父 对 这位Smart先生呢 她其实她的太太 因为难产然后就死了 留下六个子女给她 那这个女儿是其中唯一的一个女儿 其他都是她的那个哥哥或者弟弟 那因为这个Smart先生呢 她其实就是附带母子 然后把她们这六个兄弟姐妹 养了大概十多年 她们每一个都成年了 然后当这些子女想要回报的时候呢 哇 这Smart先生就病倒了 就病倒了 然后不久就离开人世 所以呢 其实这位唯一的女儿 多德她就觉得说 她的父亲真的非常的辛劳 所以说她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想要有一个父亲节 所以说在1910年的6月19号 其实就有了第一次 世界的第一次的一个父亲节的聚会 那 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感慨 是不是生女儿比较好 因为生了六个 既然女儿有提出这样的想法 那其他五个儿子跑哪里去呢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父亲节是在什么时候设定的 其实是在民国34年的8月8号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对日抗战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一个高峰 那那个时候为了想要凝聚这个团结 另外就是说也要纪念这个爸爸 在战场上为国捐躯 所以说就在这个时候的八八节 来推动这个爸爸的父亲节的一个运动 因为这个八八其实跟爸爸的音 其实是谐音 所以呢就用这个八八来当作 8月8号来当作父亲节 但是各位再想一想 如果这两个八相互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像不像是一个父亲的这个样子 对 其实就是一个父 就是一个父亲的父 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父亲节的由来 但是呢我还又看了一下 好像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 是用这个8月8号就是我们还有跟蒙古 其他的时候都是用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 对 可是后来在几年前呢 我又听说啊 这个父亲节的名称好像又被改了 听说是改叫做这个 叫做父亲节 其实我后来再了解一下 就是说原来现在的子女啊 在这个生活费 补习费 甚至于手机账单费等等的 都需要爸爸去付亲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想要帮儿子买个保险 我就到柜台去 那填好了资料之后 这个柜台就 小姐就问我说 先生 请问你是要岳父 你是岳父还是继父 我听了之后就有点不高 就有点不高兴 我说我不是岳父 我也不是继父 我是父亲 讲完之后呢 那个怪舌姐就很高兴把那个 给我一个帐单 就上面就写着 保费一次父亲 哇 这个一次父亲要十几万 所以说 我真的要说 父亲啊 真的是常常背负着许多的压力 真的但愿每一个父亲 都是富有的 而且是可亲近的父亲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的父亲节 真的要改个名字 就叫做 父亲节 富有且可亲近的父亲 Amen 既然讲到父亲节 也要来谈一谈我的父亲 其实 左边这个是我的母亲 右边是我的父亲 其实谈到我的爸爸 我印象中就是知道说他的脾气很坏 然后打人很痛 那我妈妈在喜农 我父亲年轻时候的时候 她都会常会说 你爸爸一年换24个老板 因为我爸爸的脾气不好 他常常跟老板起了冲突之后 他就把他的老板洗头了 对 所以说他可能一个月都要换一两次的老板 所以我们的家里是收入不稳定 在那个时候 我们家里有十口人要养 十口 对 那我母亲就看不下去 她就觉得说 嗯 那她要想办法 那因为我母亲是养女 她在国小的时候曾经卖过槟榔 所以她就觉得说 好吧 那我决定来从操就业 就来卖槟榔这个小摊贩 那因为卖槟榔这种行业 它需要的就是人力加上长时间 所以我爸爸就跟我妈妈一起 两个轮流 两个替班 那其实我家的槟榔摊 其实应该是最早的7-11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的槟榔摊全年无休 而且呢 我们家每一天6点就开店了 然后12点才收店 所以呢 就像是过年除夕 我们从来也都不放假 所以我小时候 我心里面就有个愿望 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希望全家人都可以 一起围炉吃一顿饭 但是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因为总会有一个人 必须要去顾槟榔摊 这张照片 左边这张照片 我妈妈的这张照片 大概有40年的历史 大概40年前他拍的 右边那张照片 我爸爸是我上个月回鹿港 把他偷拍的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那个槟榔摊的桌子 感觉都没什么坏 到底是哪个牌子做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们不要问我 然后呢 讲到了 讲到了这个 我父亲的教育方式 其实他就是 其实他就是体罚 那我这边放的这张照片 事实上是一根藤条 因为我爸爸他脾气不好 他脾气来的时候呢 就是拿藤条来教训我们 那我不像耀明 耀明爸爸 他被打可能就不会跑 那我是一打我就跑 打得越痛我就跑得越快 对 但是呢 渐渐的 我到国中之后 我就决定不再跑了 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叛逆 我就是站着被打 那被打的时候 我也不哭 我就咬咬就忍住 但是我心里暗暗立下一个誓言说 只要我长大 只要我长大 我就不会再受苦再受伤了 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立下这个誓言之后 当我变成爸爸的时候 其实他就变成了 是我对我的孩子的一种伤害 因为当我成为爸爸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说 孩子 我的孩子坐在下面 他们可能忘记了 也希望他们忘记 我就觉得说 常常就因为一些小事 可能也许就说 棉被没有折 那经常讲棉被没有折 到现在还是没有折嘛 其实现在我已经放开了 大家就不折嘛 对不对 反正晚上都还要睡嘛 就是 常常为这种小小的事情 我就会讲一讲讲 讲到十几分钟 之后我就 我就会暴怒 我暴怒之后呢 这时候我就会效法我的父亲 请出我的加法出来 这是我的加法 这个加法就是我们家的 晒衣的竹竿 那其实 比我父亲的 用的那个藤条 还要再更粗一点 其实 有一句话 我后来有听到一句话 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说的非常对 叫做 her people her people 他不是重复说两遍 他是一个句子 就是所谓的受伤的人 他里面因为受伤 所以他会伤害人 没有错 真的是我受到我爸爸一些伤害 然后呢 我就来伤害我的儿女 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 我参加了这个M1 生命更新营 对 我的心理就被更新了 就被恢复了 所以我变成一个正常的爸爸 好 待会爸爸们一人领一张报名表 好 没有报名的今天都不存走 好 必须我要来形容一下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要形容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我就马上 脑筋闪 闪过一句门南语 叫做 一人万专争 专争万一人 如果懂门南语的 你一听就知道了 就是 讲好听一点就是 人际关系不佳 讲不好听一点就是 够狼丸 我爸爸 雇我们全家的院 我们家每一个人 没有喜欢他的 我妈妈也是 所以呢 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孤独感 对 因为 我后来 去了解我父亲之后 才发现说 他也是有一个无父的童年 因为他的爸爸就是我的爷爷 其实也是不负 也是 就是对家里不负责任 所以 经常就是在外工作 然后也不把钱寄回家 所以我的父亲 他有个无父的童年 那所以说 他的孤独感 他的 他的脾气 真的就是没有人了解他 所以 所以说 另外 他 他也有一个 很 很重的一个自卑感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父亲 只有 国小毕业 他常常就讲说 他的头脑 叫做 adama konguri adama konguri 就是 日文说的 脑袋里面装水泥 大家都知道 老一辈的 常常就讲 adama konguri 对 因为他很自卑 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用 有一次 其实我在 諮商室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师母帮我 諮商 那 諮商的时候呢 就讲到了 我对 父亲从小对我的伤害 还有我的叛逆 因为他打我 我就跑嘛 那 讲着讲着 他有个意念 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这个意念就是说 没有人了解他 他就是我爸爸 没有人了解他 所以他就用生气来表达 我在那时候 那个意念进到我的心的时候 我突然就觉得说 我明白我爸爸的心 之后呢 我就在諮商室里面 大哭了起来 不晓得怎么样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哭 但是我就突然就 了解一个父亲的心 我在諮商室里面 我就很大声地哭 因为我发现说 真的没有人了解他 所以他很孤独 所以他 他只能够用他的情绪来表达 对 当我明白我父亲的心的时候 我就明白 当年他希望我能够争气 其实是为了他 他也希望我能够听懂他的话 他也希望为了我 可是呢 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 浪费了很多我自己的生命 但神让我知道说 我的父亲 真的虽然不善于表达 但是他爱我 他爱我的心 却是真的 其实我的父亲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其实我后来有 发现到一个优点 真的只有一个优点 对 再多没有了 我的母亲跟我 其实我母亲在我们家是很强势的 她看不起我父亲 然后她也觉得她能力不够 然后脾气不好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母亲在二十年前中风 那在晚年的那个大概三五年的之内 她也得到大肠癌 但是我发现我的父亲 其实她没有对她 没有说因为她 她的妻子生病了 而可能就对她 就是想要 想要对她不好 反倒是说 我真的从我的父亲身上 看到她一生 她一生相伴我的母亲 不离不弃 其实也因为这样子 让我看到说 我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 有一个阿爸的肩膀 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见证 就是说 其实我有六个兄弟姐妹 跟那个Smart先生 他们家一样 那个圈起来就是我 长得还算眉气木秀 其实我们六个兄弟姐妹 长得也不差 同样也 同样也应该不会很差 可是就很奇怪 我们家就是没有人 有大学毕业的学历 就没有人了 这六个一个都没有 我那时候就怀疑说 我们是不是遗传到 阿爸的孔孤立 对 所以呢 我那时候就努力的向学 不过 其实这努力是我曾经重考了三次 我补习了三年 然后最后一间大学都没有 那因为补三年嘛 我真的也没办法再跟我妈说 所以我就出来工作了 但是呢 我真的不死心 因为我就不相信 阿爸的孔孤立是在我的身上 所以呢 我就去读空中大学 一边读 一边工作 一般正常人其实读空中大学 大概差不多四到六年 大概就可以毕业 因为看你修课的情况 但是呢 我发现我真的是异于常人耶 就是跟那个超人一样异于常人 我前后花多少年才拿到空大的学历 你们一定不知道 像我以前一定不敢讲 我一共花了十八年 我一共花了十八年 我超过四十岁的时候 我才拿到空大的这个学历 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 真的就是要 只是要证明说 我不是孔孤立 真的 我只想证明我自己 那其实我那个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key point 就是信主前后差很多 信主前后 我修什么课 大概就是三分之二都被当 那我信主以后呢 其实呢 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信心 几乎想想说 啊 算了 反正是阿爸的孔孤立嘛 至少是阿爸的 但是我那时候 我老婆就鼓励我说 你再试看看嘛 我就说真的要吗 她说你再试看 反正你已经读了十幾年 也没有差了 好 那我就试吧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祷告 就把我的这个东西放在祷告里面 诶 非常奇妙的是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没有再被当过一颗 都没有 然后两年之后 十几年前都没办法做 那我两年之后就把这个学历完成 那我就拿到了空大的学历 那其实在 那我拿到了之后呢 其实神有对我说话 对 再过一年半之后呢 其实神就对我说话 他有一句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 嗯 就有一句话也是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就很奇怪 都是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他就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后来我就去念 林良神学院的牧林资商科 对 那我从那时候开始念到现在 已经三年过去了 如果顺利的话 好 顺利的话我明年六月份就可以毕业 那 其实 真的 我去念这个 我发现我不再想要证明自己 而是证明神你在我身上的计划 如果你要使用我 那我愿意让你来使用 好 那讲到刚刚真的是 呃 那个 那个 方叔弟兄的分享 我 我真的觉得说 看他真的像是一个一帆风世的人生的一个胜利主 可是 却有很多的一个风浪 一个人生的风浪 差点 因为开刀流鼻血 然后就死在急诊室 这个过了之后 又有新的困难又来了 他的父亲 他的岳父 抗癌离世 然后 岳父家里的这个 产权 也 也挣扎了一年 那另外 他的父亲 他刚提到说 他的父亲其实是很风趣的 可是却罹患了失智症 现在出路都必须要 他的妈妈来相伴 还有他自己 真的就是 在今年也发现了食道的肿瘤 其实他刚刚提到说 他的人生真的也是很不快乐 可是因为他靠着对天父的信心 他觉得日子如何 他的信心也如何 他的力量也如何 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倚靠恩典 继续勇敢 那方叔 你真的可以在你的名片背后里面 再印说 我是神的儿子 对 看你要 要给人家用哪一边 对 其实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把它印上去 对 因为你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不敢跟别人讲呢 好 我们来念一下 我们这边上面的经文 预备 我要将这些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胜了世界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吃生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真的 耶稣说 我们在世上真的有苦难 但是他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耶稣说 Don't worry Don't worry Be happy 在他里面 你只要快乐就好 你真的在依靠他 然后你就Be happy 刚刚真的 耀明爸爸也分享到 他的爸爸 其实他的妈妈很爱他们 但是呢 他也只能够用他所知道的方法 很严厉的来管教孩子 不断的去要求好还要更好 以至于他觉得压力山大 因为他的压力就像一座山 这个是现在的网络的用语 压力山大 对 压力真的像一座山一样 所以叫压力山大 不是压力山大 所以说其实 让他觉得说 他要获得父母的爱 一定要靠表现良好 所以他里面充满了害怕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 预备 预备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是的 真的我们所受的不是那种害怕的心 我们是儿子 我们是神的儿子 在属灵里面 我们姐妹弟兄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叫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在圣经里面 亚兰文是父亲的意思 然后阿爸跟父这两个放在一起 就是很深刻很甜美的 就是那种关系是很清净的 就是阿爸父就是加强的甜美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来到阿爸的前面 我们来呼喊他阿爸父 将我们的困难告诉他 真的 我们到时候就会明白 那是何等的一个甜美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做婴孩的时候 可能也不记得了 在婴孩的时候 当我们第一次呼喊爸爸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那个爸爸 其实应该是很高兴 因为我们的呼喊是很自然的 而且爸爸爸爸 那感觉是很甜美的 在灵里面 其实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也都是属神的儿子 而且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同呼叫 这位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其实何等的荣幸啊 我们的阿爸父 真的欢迎每一位归向他的人 来激怒到他的家中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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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